各位好 我们来看这一个关于滑轮的题目 这也是牛顿第二运动定律的应用 也一样会用到合力造成加速度 这个第一题他想要问的是 这个滑轮两边的质量挂了1N2 他的加速度大小是多少 量子就是直看大小 他没有方向性 那既然他是同一条绳子 代表一个往下另外一个就要往上 他速度和加速度都会一样大 只是方向相反 所以我们就可以来选定分析的对象 例如我们先选N1 N1他的受力 所以我们底下就写看N1 看N1把他的质量标示一下 N1受哪些力呢 他受的重力 还有绳子的张力 想象一下这个N1被绳子拉住 可是他往下加速 因为N1比较重 N1比较重 那稍微写一下 那稍微写一下 往下加速 那么 往下加速的话 代表他往这个N1 受到往上的力比较多 还是受到往下的力比较多 既然他是往下加速 那应该就是N1G比这个T还要大 所以他的合力就会是 他的合力就会是N1G 减掉向上的T 就会等于N1A 如果再写清楚一点 就把它写成 加负的T 代表向上 等于N1A 那用同样的方法 我们来分析N2 因为 这一题的答案 他是要用N1N2 还有重力加速度G去表示 那这个T 就是我们自己的假设 还有A是他想要求的 所以就有两个位置数 所以我们需要两个方程式 另外一个方程式就是由N2来得到 好 那N2也是受到张力 如果神本身质量不济 那张力会处处相等 这个是神张力的特性 还有N2也有受到重力 N2G 只是N2他是向上加速 所以他的合力向上 那也就是 向上拉的力比向下的重力还要大 所以最后会写成这样 这是合力造成加速度 那这两个去做连力 这两个去做连力 就可以把加速度算出来 例如说这是第一式 这是第二式 第一式加第二式 左边加左边等号的左边加等号的左边 这个张力就会消掉 因为负T和T会加起来 所以最后会整理成这样 整理成N1-N2 这里写得比较快 已经把G提出了 就会等于右边等到右边 N1加N2A 所以这样就可以算出A了 我们把版面稍微的整理一下 就可以算出加速度A 好,所以我们就直接把答案写在旁边 A就会是分数N1加N2 N1-N2G 这是第一题的答案 好,那接下来第二题的话 我们就已经得到了A 那我们只要把这个A带入 就会得到T 这只是单纯的数学计算 所以我们移向下 T就会是N1A T就会是N1-G-A 好,然后A是长这样 所以G-A的话 会是把计算过程写在这边 把G提出 T减掉N1加N2 分之N1-N2 那这样的话 通分 就会变成2N2 所以最后T的话就是 N1乘上N1加N2分之2N2G 这就是第二题的答案 那它当然可以整理成 整理成N1加N2 两倍N1N2G 好 那最后呢 再问支持力F 支持力F 如果本身上面这个滑轮的质量不计 那它本身就没有重量 那没有重量的话 往上R的F 就要等于往下这两个绳子的合力 所以这两个绳子都是张力T 那F就会等于2倍T 这样这个滑轮才会禁止在原地 所以F就会等于2倍T 就会是 4N1N2 除以N1加N2加上G 好,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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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